在美国 那他住在美国 那他是我们的顺口六团队 那同时呢 现在又加入我们的跨区导读团队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 现在我们用通关密语 一起到我们的 哪里去 美国德州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方文你看我们这边 法入心成为谁 生无量 为您 就是我们的导读的一个方向 感恩 方文 是 方文您可以说了 好 亲爱的上人 金色师傅 全球自己家人 以及全球书友 大家好 我是美国德州奥斯汀 联络处置工 黄方文 上人四语法号 慈尾 今天要导读的范围是 2022年那旅足迹 夏之卷 导读范围是从 5月6号到5月12号 主题是 云端遇佛 感念三恩 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佛旦节 母亲节以及全球慈祭日三节合一的玉佛大典 那你知道慈祭基金会是哪一年开始玉佛 又是哪一年开始三节合一的玉佛大典吗 现在让我们透过慈祭玉佛简史 以及深入慈祭玉佛历史 请看音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玉佛历史 稍作补充 1999年9月政府正式立案通过 将5月2个星期日定定为国定博弹节 从2000年开始 这一天就成为全球慈祭人三节合一的大日子 2020年到202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改为线上的玉佛 因为三年疫情不见尽头 2022年5月8日的玉佛典礼再次缩小规模举行 当天在金社以及台北灵际护国禅寺 同步连线玉佛 而且透过大爱台全球直播 让大众在疫情中不群聚 而是各自在家连线参与 台北灵际护国禅寺是第三年和花莲连线 超过90位法师从各地前来起聚祈福 在云端连线的总计有59个国家的地区 超过42万人次的慈祭人 共同感念佛恩、清恩、众生恩 并且为世界祈福 祈愿疫情早日消灭 恶无战争早日平息 现在就让我们透过上人的开示 来了解玉佛的意义 请看影音 最重要的就是要牵引出人人的 那一份孝道 这是孝亲节 不只是母亲 父亲也同样 所以我们要把它成为孝亲节 也要让人人了解 佛陀来人间的目标 期待把火花、花水能论及群生 希望人能滋润心地 让人人心中道理存在人心 这就是佛陀来人间的心愿 所以佛弹节 我们要庆祝 就等于我们要接纳真理入心灵来 这个时候我们正式要表达 虔诚的时刻 表现了心灵的释放出来 爱、爱、一笑、行笑、行善、不能等 活恩、父母恩、众生恩 我们大家都是共同 日日、日日、实时 都要有报恩私心 然上阳的开示 因为身居在海外 三年来疫情期间的御佛 都是在家透过云端连线参与 与全球慈祭人共同牧与佛恩 情恩众生恩 那2019年的母亲节 是我最后一次与母亲通话 而且最后对母亲说的一句话是 我爱你 从那一年之后 每年的三节合一的与佛 对我来说不仅是追思母亲 也是自我生命盘点的时刻 更提起对佛陀的感念至恩 佛陀给我生生世世的智慧 让我懂得真理 尤其是有五常观 以及因缘国报观 所以能够在母亲 无常车祸往生时 即使走出悲痛 原谅招事者 感恩父母给予生命 及养育之恩 让我有幸福的人生 在26岁出国念书之后呢 就一直居住在海外 无法时常陪伴 常去回去看父母亲 内心一直耿耿于怀 直到33岁进入自己 听到圣人说 行善行孝不能等 以及行善就是行孝 这两句话点醒了自己 当下就发愿 要勇于付出 认真做自己来回报父母恩 尤其是在母亲无常往生时 自从因为有付出行善 弥补了心中的愧疚与遗憾 2020年父亲罹患 社护腺癌 师兄和我为父亲圆满溶洞 祝福父亲身体健康 同时也提醒自己 要善用生命发挥在人间 以一切善行来回向三恩 上人呼吁大家学习佛陀 对人间那份真诚无私的爱 用至神的爱表达我们的虔诚 这份爱要普及众生 尊重生命 不只爱人 还要爱一切动物生灵 所以推动人人如素 如素由于身体健康 也因为如素才能普及众生 使天下太平 过去几年来 我和志工都会前往幸福小园的小学 来推广素食 在疫情严峻的三年里 志工在安全措施下 继续走入校园 宣导素食健康饮食 附生爱地球的理念 以及分享慈祭式 学校的老师们很有爱心 来响应竹筒岁月 不但带来自己的竹筒 还带来家人以及朋友们满满 更是沉甸甸的竹筒铺满 将爱心挥入功德海 甚至有老师把500美元的支票 拿给志工 很诚恳地说 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志工们走入校园推速 也启发了教职员们的爱心 立行御佛的真实意 那什么是真实的御佛 是能心教育 让人人终于发现自己的过错 能够真诚忏悔 不断地修行 不再随着习气造业 直到回归真诚的本性 能够做到这样 才是真实的御佛 对然后你美美的在上面就好了 我相信这十分钟的导读 也给我们所有导读人 虽然这是方文第一次的导读 在我昨天前天在跟他讲说 你一定可以很棒 他说他还是非常的紧张 那为什么我知道他可以很好 因为我从简报当中 就看到他的用心 你大家有没有觉得 他的整个简报做得非常的好 可是他其实是第一次导读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能量 因为这多年来 跟我们的团队在一起以后 他学习到各个导读人 到底是用什么方式 然后再处理简报的 然后也请导播让我跟他同框好吗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大家其实是可以相互的一个去学习 所以当导读人把简报给我的时候 我其实都非常的用心看 不过以往都是我要自己把关 但是现在都是血液在把第一关 而且他们还要写全程的逐字稿 这很不容易 那么这十分钟的一个导读 其实我觉得 以目前现在已经是四月了 即将我们五月份的时候 大家可能对于我们 持续预佛的一个过程当下里面 其实可以再回顾一下 所以这一段的东西 你就可以把它借力实力 用在我们的社区读书会 去跟大家去分享 你可以听他的直播 然后拿到这样的简报 已经po在所有读书会的一个群组了 所以你看有多么棒 那么在这个当下里面 我们去 方文也曾经就是在做完这个以后 他去听到菲律宾的 菲律宾的那个深寒师兄 去分享有关于他们遇佛 然后他突然觉得 他就跟我讲说 哇 他今天听深寒的一个分享才知道 哇 他们的遇佛的那个状况 真的让自己非常非常的感动 那同时间呢 他其实也写了一篇善效应 在我们上个星期也去提到 因为他在这个读书会 遇到很多的偶像 包括张文英 他新认识 那他跟郑乳经 乳经的文笔也非常好 可是乳经的身体也是病痛 但是曾经有一段方文 其实也有过这样的病痛 他感同身受 那么在读书会里面呢 他听到林奇国师兄 跟福玉卵师姐的分享 你知道刚才在画面上 有没有出现 他跟他们家的师兄 陪他的爸爸这一个部分 他跟师兄从结婚到现在 没有吵过架 没有吵过架 这件事有没有很容易 很不容易 那我本来有请他说 你有一天来跟我们分享这个部分 结果后来奇国师兄跟福玉卵师姐分享以后 他就说老师我们这个小屋见大屋 我说各不一样 各不一样 这个没有吵架 这件事就不一样 所以你看方文就是这样 一直惹人家一个疼惜 我相信听完这一段 一定有很多人有感受 待会就直接跟他按赞转分享 并且留言 那我至于对于玉佛这件事情 我突然间想到 让我也提一下 我们实际在办玉佛典礼的第一场玉佛 如果你有参加 是不是大家有拿到那个菩提叶 大家还记得吗 而且是一个双开的菩提叶 就是玉佛前三年刚开始要做的时候 那时候我已经参加慈祭了 那慈悦师姐就说 那时候我跟慈悦师姐不认识 那慈悦师姐说 他想要一个这样类似的 他就是说有一个菩提叶什么什么 然后宣师傅就说去找美云 叫他想怎么做出来 所以最早的那三年 是不是有那个菩提叶 那个前三年都是我去处理的 所以我也非常感恩在慈祭里面 因为参加了早 所以就会有一些因缘 我相信方文也是应该是第一次听我这样子说 因为这件事已经很久了 都已经忘记了 只是我今天早上听到你要讲这个主题 我突然思想起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因缘 所以每一个时间的因缘都要说好 好以后就有好因缘 就像方文今天的导读 多么有能量 所以我们再次掌声 谢谢方文 也希望把这样的按赞转分享 让我们更多人能够知道 感恩您感恩您 好 那待会我不小心把我的简报给跳开了 不过没关系 导播take我 我还是可以一直讲 讲很久的 所以非常的感恩 每一个人的大力的承担 我们团队不会因为说自己承担一项 然后我们再请他说要做什么时候 然后他就说我不要 都是再加码好不好 他们觉得可以试试看 结果试了以后就发现 自己的能量有这么的好 所以导读团队 跨国的团队 跨区的团队 只要您愿意挑战 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所以我们重复